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我是方砖 昨天我们说了这个山东大学的事情 网友们呢,反应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情 有各种各样的留言 很多网友的留言呢,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国与家,哪个更重要 这个事情因为是跟山东大学相关系 从这个事引发的 所以呢,我们就由这个事情呢,说开去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讨论清楚 在网上很多人都表现得非常的愤怒 实际上我心里也很愤怒 这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会愤怒呢 大家来仔细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会愤怒呢 按说这女大学生,是吧 陪这个留学生 那好,假设的说这大学生他不陪这个留学生 他也没陪我呀,对不对 开个玩笑,我已经结婚了 举这个例子,很多网友也会这么想 他没陪那个大学生,他也没便宜我呀 那我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 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愤怒呢 对不对,看似我不应该愤怒 可是我心里就是很愤怒 我就是很生气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愤怒 其实答案很简单 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不公平,对吗 因为不公平 我们没有要求说 我们的待遇能有多好 我们的学校宿舍很挤 八个人一间 对不对 我们晚上还要停电 我们每天这个用水还有限制 都OK 你说你学校有困难 你说你要节日用水 节日用电药 环保都OK 那你能不能让留学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了 一碗水能不能端平啊 我们来看看这山东大学他搞的这个事情啊 自从他们出去辟谣以来呢 又被网友扒出来好几件事情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一个是什么呢 有一个小哥啊 也是山东大学的出车祸了 是青岛分布的 然后呢 学校就号召什么呢 号召这个志愿者去帮助他 一个人出车祸 号召了多少个志愿者呢 25个 OK 你说你轮班啊 轮得得轮班 所以说得过来 这个呢 倒是有长记性了 说了特别要求啊 志愿者必须是男性 然后呢 要求呢 就是说满足对方的合理要求 把这个路呢 从这个话语上都给堵死了 可是那我就有一个问题 你们山东大学 平时是不是只有留学生出车祸 不是吧 平时你们大学生 这么大学校 有没有受伤的 有没有生病住院的 有没有车祸住院的 你们学校 有没有像这个对留学生一样 发布这样的公告 召集这样志愿者 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帮助 一个渠道 一个帮助的工作模式 去帮助我们中国同胞的这些大学生 你有吗 真的 我不说以后 咱不扯什么 但以后怎么样 就说 截止到今天 我看什么时候啊 今天 2019年 7月 我们这儿是12号 你翻译你以前 你有作为一个常态化的这么一个公式吗 你有这么一个常态化的组织吗 关爱大学生 你这个志愿者组织有吗 你拿出来 没有嘛 那为什么留学生 出落车祸 你就要25个人去伺候他一个 对不对 这也就算了 还在看这个啊 同样是山东大学的 这学校我真的是服了啊 它是什么呢 是有这个每个人有用电的额度 本科每个人每月6度电 硕士呢 每个月10度 这个博士呢 每个月14度电 这听起来啊 这个每个月用电的这个用电量 和他的学历有关系 那可能是不是学历越高 用电量越大呢 不知道 我们看看留学生 留学生每个月的用电额度是 30度电 也就是说是本科生的5倍 我就闹不明白了 留学生 凭什么 他比中国人更费电是吗 他每天晚上要充电 你以为他特斯拉呢 特斯拉也没他这么费电啊 甚至说呢 还有网友爆料 说山东大学 就这个留学生的这个宿舍楼啊 是全校区最好的 就靠着海岸边海景房 出门就是这个海滩 就是海滨浴场 上完课吃完饭 带着他们美丽的学伴们 在夕阳下 细水奔跑 看看夕阳 多么浪漫 多么惬意 凭什么 这就是大家愤怒的根源 凭什么 大家都是花钱上这个学校 都给你学校教学 哦 不好意思 不是都给这个学校教学费 是我们中国人给这个学校教学费 人家拿着每年20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全额 人家什么都不用付 凭什么 真的 我相信很多看我节目的人心里都会问这个问题 凭什么 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就因为他们是洋人 是吗 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代了 凭什么呀 大家都是一个肩膀 靠一个脑袋 我们的学习不比人家差 为什么他们就能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山东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 很多学校都存在这个问题 只要一涉外 只要一涉及到外国人 就好像他们比中国人高了一个等级一样 凭什么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对吗 那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不能享受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 把我们的资源省下来 去供给他们 我们不要求说欺压留学生 对不对 我们没有要求这些过分的要求 我们没有要求说留学生一定要过得比我们差 甚至我们也作为国际友人 我们愿意给他们一些优待 让他们比我们过得好一点 这是一点吗 这是我们祖宗 过成这个样子了 这就是我们祖宗啊 事实上这种情绪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才有 之前就有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 就是清华北大传过来说 只要是你是外国国籍 你是外籍人士 那么你能保证你能听懂中国人上课 那么你就可以免试直接上清华北大 这个当时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是一片华人 有一个段子也好啊 不知道是段子也好 还是一个什么事也好 就说两个人张三李四两人一起参加高考 都没考上清华北大 于是张三就费尽千辛万苦 复读了三年 忍受巨大压力 最后终于擦着分钟线 考进了清华大学 结果没想到他在清华里面碰上李四 李四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他就问说你怎么能够上清华 李四说 嗨别提了 你也知道我不是上学的料 当初照高考失利完了以后 我爸就给我送出国去了 在太平洋一个小岛国 花点钱买了一个国籍 这不刚拿过国籍吗 然后这政策出来了 我就拿了国籍 回来上清华北大了 很多学子听了这个话的时候 就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所以这怪不得大家舆论一片大滑 怪不得大家心怀不平 真的大家要问一句 凭什么 这种区别对待 这种区别对待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大家不用问一句 就是谁给你们制定这样政策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谁给你们的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会为什么会思考 就是说国与家哪个更重要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我看来先有家后有国 在远古时代的时候生产力不发达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慢慢的 大家像一个小细胞一样 最后组合成一个村落 或者成为一个部落 部落里边推选出了一些 比如说巫师啊长老啊 是吧 慢慢的呢生产力又发展了 耕的地又多了 猎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几个靠近的村子 互相可能是通过通婚 或者是通过战争 一边把一边打佛了 不管怎么样 几个村子或者十几个村子 慢慢慢慢开始成为一个小的邦国 这个国家慢慢慢慢又变大通过征伐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 每次发生战争的时候 无外乎基本上就两个因素 一个是侵略别人 一个是防范被别人侵略 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每个家庭 是息息相关的 那个时候才真称得上是国破家王 这国家大叔了 你家里财产得不到保护 所以当防御别人进攻的时候 每家每户都要出人 成年男子要拿着武器 拿着盾牌上战场 听见你是不是很耳熟 对 就是斯巴达那个时期 他们拿着盾牌 拿着长矛 上战场 然后呢 如果抵御了敌人进攻 那么这个家庭免受了这个侵略 免受了掠夺 自然是得到了好处 那么如果是去侵略别人呢 那么打完了以后呢 总会分到 比如分到一些粮食啊 分到一些武器啊 分到一些铁锅铁碗 比如说 哎 像蒙古人 像匈奴人 是吧 这些游牧民族 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 那是一个国家最初级的一个形态 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跟这个国家息息相关 每次战争都是出人出力 同时呢 也获得好处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家庭就像是一个国家的细胞一样 像一个细胞一样 而这个细胞所享受的 义务 就他应该干的 比如说要去帮着打仗啊 去帮着上战场啊 和他享受的权利 义务和权利 在那个时候是平等的 就这两个一定是平等的 或者是相差不多 要不然的话 这个部落就不干了 部落说我不想用你这个铁鱼 不想用你这个可汗的这个号召 是不是 当时蒙古人他们就这么干的 那么随着国家不停的发展 科技不停的发展 生产力不停的发展 社会制度不停的发展 慢慢国家变得更成熟 变成什么呢 像变成我们农耕民族 农耕文明这样的国家 就是国家不再需要 你作为一个家庭 这个小细胞 每个人出一个士兵上帮打仗去了 因为我国家非常非常大了 我不需要这么这种士兵 我会有专门的供养的这种作战的士兵 他们更精锐 他们的战斗力更强 那这种情况下 这些家庭是如何去帮助这个国家的呢 或者如何尽到他的义务和他的责任呢 我把义务放前面 这样就说好理解 不说权力和义务 咱们说义务和权力 对 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呢 就是纳税 老百姓和他们种地 种粮食所得的钱 一部分或者是钱或者是食物 上交给国家 国家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抽出很多的小细管子 插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这些家庭用他们的养分 供养这个国家 国家用这笔吸收上来的钱 吸收上来的养分 去发展 去维持这个国家的运转 去带兵打仗 去抵御对方的侵略 去侵略别人获得利益 这是国和家的关系 也就是说每一个小的家庭 每一个纳税人 依然在像从本质上来说 和远古时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用他们的微薄的这点 纳的这点税金 来供养这个庞大的国家 去完成他的一些使命 完成他的一些 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当国家开始 不把老百姓当回事的时候 当国家开始把纳税人的钱 随便挥霍 而且还不让你知道的时候 人民就会开始愤怒 人民就会开始愤怒 当自己的房子被人强拆的时候 当自己本来该升职 该升官 然后被空降下来的官二代 把这个位置顶掉的时候 当你的研究成果 被别人巧举豪夺的时候 当看着新闻里面 一个小市长随便便就贪污几个亿 而我自己一个月 才挣3000块钱的时候 这愤怒就开始爆发 这愤怒就开始酝酿 随便说的好说 生命总能给自己找到出路 像那个小树 从石头底下慢慢长出来一样 我告诉大家 愤怒也是一样 愤怒也总能给自己找到出路 OK 国家的事情不让说 是不是 屏蔽 香港事情出了事 不让说 屏蔽 武汉出了事 不让说 屏蔽 特权阶层里面 特权阶层出了什么事 不让说 屏蔽 终于山东出事了吧 山东大学出事了吧 这不屏蔽了吧 这不挨着了吧 那我们的愤怒 就在这上面得到了释放 所以说这个问题 不是简单的一个说 山东大学的问题 而是一个积压已久的民怨的问题 只不过山东大学 可以说是可能是比较倒霉 正好在这个世上出现了 他又没有什么后台 至少国家没有第一时间 站上来删帖 所以老百姓的愤怒 就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 在这上面爆发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自然 这个道理就能说得通了 这能解释我前面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这个事情 大家会这么生气 会这么愤怒 等于就是说 国家享受了老百姓 供给的营养 却没有回馈给老百姓 当享受的权利 也就是国家 吸取了我们的义务 但是却没有给我们 带来相应的权利 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存在 中国近两年 总是扯着国家利益的头衔 去进行撒币一大外交 给朝鲜 给各种国家各种援助 但是我们自己老百姓 工厂炸了着火了不让说 什么地方塌了爆炸了不让说 哪洪水淹了新闻不让报 你就像武汉那事吧 在居民区里边 建这种垃圾填埋厂 那垃圾填埋厂 焚烧厂 这个焚烧垃圾 产生那个二额鹰那些致癌物 老百姓不愿意闻 开发商一直在施工 老百姓逼得没辙上街了 国家在镇压 凭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要遭受这样的待遇 我们少纳税了吗 没有啊 我们少进作为一个家庭 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了吗 没有啊 我们该进的进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待遇 所以说别拿那些什么大词 什么国家利益 什么民族大义来跟我忽悠 我告诉你 跟这儿说 都扯淡 我关心的就是我的工作 我关心的就是 我孩子有没有饭吃 我关心的就是 我们的孩子上学 我们的大学生 能不能得到一个平等的待遇 别跟我扯什么民族大义 他们跟我没关系 我相信这就是看我很多节目的 观众们最内心深处的呼声 我们关注的是 每天我们这一顿饭多少钱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一碗兰州拉面 八块钱 一大碗连汤带面带肉 现在多少钱了 现在一斤苹果多少钱 一斤草莓多少钱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 最近G20日本开个会 桌衣板那都是跟隔壁 隔壁这个小学借的 人把会开了 中国开个会 花多少钱 又借盐又清场的 有什么用 那是我们的土地 那是我们的家园 每天上班我就想走得到道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 当然这个说的就有点偏激了 有点有点逗气的感觉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多平等 因为这个平等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 没有绝对的平等 但是你差不多点 你不能是说 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感觉到 就是外面随便来个刘维生 随便来个洋人 就可以高高的骑在我们脑袋上拉屎 就可以用他们什么都不付出 然后就享受到那样优秀的我们的供养 完了还来嘲笑我们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呢 从小学的什么先有国再有家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扯淡的话题 没有家就没有国 一个家庭都过不好 这国家能好吗 如果家家的过不好 这个国家也不可能能过好 观众朋友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也欢迎你们在屏幕下方 给我留言评论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这个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